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盖说 哈盖书总共只有两章 由四个神所启示哈盖的旨意的讲章来组成的 第二章这边一开始是哈盖受启示的第二篇的讲章 时间在7月21号 是在祝彭节将近尾声的时候 上一章我们知道 一开始在6月1号的时候 那天也是月术 哈盖对索罗巴伯跟约书亚来讲话 并且光照他们过去这些年间 只顾自己的事 忘记了神圣殿的事 以至于落入一个侍奉 跟自己的家庭人生双疏的局面 百姓被神的话语提醒又被圣灵来激动 他们就终于在6月24号 大概就是秋收结束之后 他们就投入圣殿重建的工作 很快呢一个礼拜之后 来到了7月1号 是他们的新年 也是吹脚节 就放假 然后呢又开始工作了几天 就很快了 就又来到了7月份有这个赎罪日 以及接下来又要过这个祝彭节 有很多的节期 7月21号是祝彭节的尾声 祝彭节过到22号 因此呢在面对防满的这个7月 很多的节期休息即将结束过后 他们要重新去面对建造耶和华店的事情 那他们会面对的就是 真的材料不够 资源不够 我们愿意啊 我们被神的话跟神的灵 重新的光照跟激动了 我们真的投入去做了 可是做了几天我们就发现 真的手边的资源很少 我们有办法恢复这个店的荣耀吗 在这几天节期的休息里面 安静里面 他们可能会去想说 我们真的能够吗 静下来之后 准备要重新出发之前 这时候神又透过先知来鼓励他们 第二节 你要小玉犹大神长 撒拉帖的儿子 索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 大祭司约书亚 并剩下的百姓 说你们中间存留的 有谁见过这店从前的荣耀呢 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呢 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 上帝透过哈盖一下子就说破了 众人心中的心事 第一他说你们这些人当中 现在所存留所活着的 有谁看过还没有被毁坏之前的 那个所罗门建的圣殿 他的荣耀呢 我们透过以色拉记就知道 在这个主前五百三十八年 他们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 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有一些老人 他们在贝鲁几十年之后 重新回到耶路撒冷 看见了这个残破的圣殿的遗址 他们是悲从中来 那从那一天到现在又过了十五六年 很多老人又陆续都过世 所以很可能现在还活着的老人 很少很少 甚至可能几乎没有 以至于他才会说 你们中间存留的 有谁见过这店从前的荣耀呢 而你们看现在只有立根基的遗址 却上面一无所有 所以你们看现在 这个废墟如同无有 第四节 耶和华说 所罗巴伯啊 虽然如此 上帝说所罗巴伯啊 你们看的是事实没有错 但是呢 更重要的 你们要看中的是上帝的应许 有时候我们会被环境的事实 所惊吓 所沮丧 但是神要我们去相信他的应许 这就需要信心的眼睛 才看得到应许的实现 因此他说 所罗巴伯啊 虽然如此 你当刚强 约沙达的儿子 大祭司约书亚 你也当刚强 这地的百姓 你们都当刚强做工 连续三次的 你们要刚强 为什么你们要刚强呢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感谢上帝 在第二章 哈盖再次说出的 关键中的关键 第一章也曾经说过 这个秘诀 害怕 那一无所有 患难 恐惧当中 手上没有任何的资源 如何回应神的呼召呢 上帝说 你们最宝贵的资产 就是我与你们同在 你们最大的盾牌跟力量 就是我与你们同在 所以你们当刚强 做工 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有了我 你们就有了一切 这是万君之义和华说的 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 我与你们立约的话 那时我的灵 住在你们中间 你们不要惧怕 先知再次提醒百姓 从出埃及的时候 你们就遇到许多的困难跟挑战 而那时候我就与你们立约 只要你们遵守 你们与我立约的时候 我所吩咐你们的话 你们必得祝福 同样的 如果你们不遵守 也不信靠 我与你们立约的时候 所吩咐的话 你们必得咒诅 因此呢 照着从以前到现在 我与你们立约所说的话 你们不要害怕 因为我的灵 住在你们中间 虽然你们曾经经历过被掳 圣殿也不在你们中间 但是呢 我的灵始终没有离开你们 这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励 有时候我们认为 我们好像已经软弱犯罪 跌倒 魂心丧志 好像离神很远 仿佛是被俘虏到巴比伦去的人 又仿佛从巴比伦回来之后 结果遇到很多的困难 以至于神的圣殿也建不起来 好像看不到那个有形的圣殿 我们会觉得神不与我们同在 他说不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我的灵就一直住在你们的中间 所以你们不要惧怕 第六节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过不多时 就是很快的 我必再一次的震动天地 沧海与汉地 我必震动万国 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 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上次在第一章有提到 这个大利乌王 他是波斯帝国的第三任国王 他不是皇室的直系的 这个血亲的后代 他是庞系的贵族 他在第二任的国王暴毙的时候 他就起来跟其他的贵族争夺王位 在他经过国内的内战的平定之后 好不容易在他作王的第二年 局势稍微稳定下来 因此这时候 耶和华说 我要再一次震动天地 震动万国 但这一次的震动天地 震动了万国 并不是要让这个战争再一次的来到 也不是要让他们经历再一次的被掳 而是要把万国的珍宝都运来这里 第八节 万君之耶和华说 银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这殿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在这地方 我必赐平安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神基尔哈盖对这些手上一无所有的百姓说了一个伟大的预言 在这个大家都不敢想象的混乱的时代 贫穷的时代 神竟然要再一次的震动天地跟万国 让他们把珍宝都运过来 来支持伊路撒冷圣殿的重建的工作 如果我们不是凭着信心领受 这一切都是天方夜谈 我们透过以色拉记可以看见 当哈盖跟撒加利亚 这两位先知 他们鼓励了索罗巴伯 他们重新起来建造圣殿 的时候 这个河西总督 就是大河以西的总督 他们就来质问 他们说你们凭什么 要盖这个圣殿 你们有这样的权力吗 有这样的权柄吗 因此河西的总督 就上奏于大利乌王 就请大利乌王降旨 说他们这样是可以还不可以的 结果大利乌王他们就 按照这个百姓 他们有大百姓 他们对河西总督的答辩 就真的去寻找波斯王宫里面 看有没有这样的记载 就是当初是古列王 让他们回去的 而且古列王有答应 要从政府这边支柱 他们圣殿重建的工作 所以大利乌王就在 这个王宫里面到处寻找 有没有这样的文件 后来真的被他找到了 以至于大利乌王 后来就立刻这样子说 不可以拦阻他们 而且还要把这个大乱之后 我正等着你们把大和以西的共赢 把大和以西因为战乱 而没有办法送到我大和以东 这边的这些进贡的共赢 你们先不要送过来 先从里面提拨一部分 直接往南送到耶路撒冷 剩下再送过来大和以东给我 你们要直接帮助 这个耶路撒冷圣殿 犹大人他们建造圣殿 一切的所需 以色拉基让我们看见 这个预言就真的这么奇妙的实现了 没有人敢相信 在大乱之后 然后呢在这个撒玛利亚人多次的阻挠之下 竟然上帝 这个圣灵他就 圣灵他就感动了这个大利乌王 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 真的就是和西 这个万国的这些珍宝 真的都直接运送到耶路撒冷圣殿去 成为神所送给他们的这些资源 来使用 真的是太奇妙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赞美你 主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手中所有的 我们就非常的惧怕 但是你说你与我们同在 而且圣灵没有离开过我们 始终住在我们中间 因此主让我们再一次抬起头来仰望你 因为你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 仰望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 主你调度万有 来成就你的旨意 在你的儿女们身上 在你的仆人使女的身上 在你的教会身上 感谢赞美神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